不愉快 不知道现在国民党是副主席还是朱主席 台北新议员钟佩军开第一枪此党职 就算朱立伦说了要调整选策会名单 也继续炮打党中央不留情 还不如让整个提名机制回归到我们党原本就有的 比如说中常会 傅昆习委员就像是潜伏在国民党身上的一个病毒 虚弱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跑出来 趁你病要你命 希望朱主席能够好好的处理 然后可以尽快让争议落幕 早早表态有意参战立委 中佩军徐巧新积极高分被开港党中央 就连被视为来赢最强母鸡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出声 脸书发文黑金不能复辟 还传出为此致电朱主席聊了不到五分钟 作为党主席最重要 所有的错都是我的错 国民党的制度选策会只是一个幕僚单位 那至于我们真正的提名委员会 我们会邀请包括重要的县市长 还有一些意见领袖 回应党籍名代不满 着手调整名单只写 但第一波光是要纳入县龙界就碰壁 此刻既然有争议 搞不如鸽字 立刻撤销 而且你到底要搞多少委员会 根据三立独家掌握 去年九合一选前 县龙界还拜托傅昆奇 跟朱立伦奖提名他选台南市长 他婉拒竞选策会 大概是不想被带上 贴上一个标签说他就是朱立伦的人 每个人都在算计 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 去年选举朱立伦 在傅昆奇操盘下 变成胜利党主席 但现在选策会 几乎是同批人马 来内部却上演 未斩线乱 三零新闻 林卡局 温明轩 SG小组